大家好,今天是10月21日,星期四收市之后 港股今天要跌百亿点左右 26000点守得住 不过很多人问一个问题 恒生指数要跌,是不是反弹如不 首先我跟大家交代一下我对恒生指的看法 经过过去两个星期作一个反弹 9月遇到50天线回头穿底 今次升穿50天线 这个市已经要正视 要见到指数是强势起上来 已经跟过往的反弹不同 而且都连续四五日去站稳这条50天线 过去只是四日都已经升了1000点 回回100是否不行 所以大家无可能会觉得一个头戏是声源 当然企稳50天线上方要关注的 就是8月9月的反弹顶位 就是26400、26700这些关口要留意的 科技股很多种 大致都反弹 不过我还是坚持美团、腾讯这类 7、8月做平脚相抵 9月不用再穿抵 这两个条片会比较好些 值得吸纜 尤其是军线还出卖黄金交叉 至于另外一些看好的板块 包括都是汽车股 吉利越来越多的好消息 详细不说了 总之极黑的参与 10月、11月的交付 将会导致股价 这些浪我相信可以挑战29元純平